歡迎我們的總統蔡英文女士 立臨白沙屯拱天宮 白沙屯媽祖二月十二號 凌晨起假 總統蔡英文預先到廟 參香敬教 跟祈求媽祖保佑土耳其 今年超過十一萬三千人 報名隨行 在媽祖出發前夕 拱天宮已經人山人海 有的香燈教提著大包小包行囊 準備向媽祖禀告提前啟程 有人穿短袖也有人戴冬衣 這是因為今年粉紅超跑出動 時間比往年早許多 天氣也攸關攜帶的行李 網路上討論熱烈 南部大太陽 但苗栗氣溫十七度 很難捉摸 甚至還有人分享 要帶暖暖包出動 不只鏡像大軍壓近 政壇也共襄盛舉 柯文哲中東景在廟內同框 副總統賴清德則在晚間八點 請媽祖出神刊 粉紅超跑在十二號凌晨 一點二十五分一路向南 三新聞 陳秉堡 黃孟真 苗栗採訪報導 俐落刀工切起小菜超有節奏 鐵皮外觀雖然不起眼 但牛肉麵店內生意卻超好 因為白沙豚拱天宮就在附近 隨著媽祖起降 客人量比平常還要多 會大概增加大概一成的客人 雙燈角人數創新高 來到十一萬三千多人 附近投賣美食小攤商各就各位 廟口的香腸攤老闆一大早 手就沒停過 旁邊的臭豆腐小店 早在三年前就動起來 三千多份 準備比平時還要多的量 因為追隨媽祖的信仲 走起之前 通常都會來嘗嘗在地美食 一袋又一袋的粽子 業者準備了三千多個 要讓信仲吃飽有力氣 鏡頭再一路朝著靜香路線走 看著剛做好的油飯色則恰好 店家把一勺勺飯裝進植碗 壓上塑膠蓋超大量訂單 要讓粉紅超跑 鏡香團吃飽飽 按美食部落客推薦的 鏡香美食攻略 繼續往南走 就每天看能夠預備 都晚上就盡量預備這樣子 胃在彰化的肉圓店 也是媽祖會經過的城市之一 而吃完閒食 甜食的胃也要顧到 一共幾個 一百多個 不過這口味可能不是人人都能接受 綠色看似抹茶 其實是香菜 如果對香菜是真愛 香菜咖啡也是節約品之一 喝下去解渴又提神 鋪和香菜也有其他選擇 慶良養生飲品 一天提供一百多瓶 白沙的媽祖橫跨四個縣市 沿線的美食地圖 就看看香燈角門 一路走到底能夠解鎖幾個 三選苗栗彰化綜合報導